我宣布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于10月19日 也就是明天 正式入朝作战 黄永胜不适合入朝 我要换一个人上 这是1950年7月 中央召开的军委会议上 林雕说的 此话一出 众人面面相去 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要知道 自古以来 临时换将乃是兵家大计 而且抗美援朝战场复杂 更不应该在关键时刻换将 然而林雕却始终坚持 而且还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最终 毛主席听从了林雕的建议 重新拟定了人选 那么问题来了 黄永胜是谁呢 中央为何要让他入朝 而林雕又为何执意要换掉他 替换他的又是谁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南朝鲜在北朝鲜人民军的攻击下 节节败退 这也刺激了美国的野心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 悍然派兵干涉 给本来已经决定结局的战争 增添了许多变数 朝鲜人民军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 将美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在 釜山一线不足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本以为大局已定 但毛主席高瞻远主 看到了朝鲜人民军胜利背后 所隐藏的危险 为了随时应对朝鲜局势的变化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未雨筹谋 提前部署东北边境 抽调出常规特种作战团和炮兵团 共25万人 组成志愿军 保卫边疆 由于实际安排得当 必要时可以出国作战 当时 这个兵团的司令是黄永胜 这个人是有名的猛将 汉将 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以与许氏友将军齐名 他的军事能力有目共睹 如果他要率军作战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 就在大家准备决定的时候 林彪站出来提出了反对意见 最终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 按理说 林氏换将乃是兵家大计 林彪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后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悍然入侵朝鲜 而且美国多次派飞机 入侵我国领空 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 入侵我国台湾海峡 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当时 新中国刚刚成立 新的战争就开始了 中央领导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 就是否向朝鲜派兵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当时许多将军和官员 都持反对意见 因为当时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 中国的生产还很落后 如果我们硬要打这场仗 就很可能出现弹药和粮食 供应短缺的问题 但是毛主席对这件事 做了更详细的分析 毛主席说 如果我们无视朝鲜问题 美国必然得寸进尺 要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 甚至比日本还要凶恶 如果美国攻占朝鲜后 美军在东北地区的大门口 安营扎寨 到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 所以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最终 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委员会 反复权衡利弊 最终决定 这场战斗一定要打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 应该让哪个将军 率领军队战斗 13兵团司令的人选 成了棘手的难题 原来这个兵团 是黄永胜在1950年担任司令员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黄永胜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让他带兵也无可非议 但是 在军委会议上 林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要换另一个人 林彪这句话一出 谁也没想到 毕竟 黄永胜在战场上 证明了自己的指挥能力 但林彪相当坚持 他指出 在刑事判断和组织纪律两方面 黄永胜都有欠缺 最终 13兵团司令也由邓华担任 在这里有些朋友就可能会好奇 黄永胜到底有什么功绩 林彪提到的欠缺具体是什么 1927年9月 秋收起义在毛主席率领下爆发 湘南边界的革命之火被彻底点燃 起义过程中 一位衣着单薄 身材瘦削的年轻小将 深受毛主席的注意 经过询问 毛主席知道他叫黄绪前 此后 毛主席辗转来到江西井冈山 1928年4月 与朱德 陈毅所率南昌起义部队会师 红四军也应运而生 但是会师不久 国军派遣精锐 向井冈山发动了气息 这时 黄绪前突然站了起来 他没有和上司商量 就亲自率领某个班的战士 与敌人周旋 在他的指挥下 一个班的士兵 竟然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不仅击溃了莱迪 而且在追击过程中 歼灭了许多国军 战后 毛主席非常高兴 着重嘉奖了黄绪前 不仅如此 毛主席还给他改名为黄永胜 就这样 黄永胜开始在红军中展露头角 此后 黄永胜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待 在第一次围剿中 他在林彪的指挥下 带着小队绕道 击退了强大的国军第十八师 并活捉市长张辉赞 在长征过程中 黄永胜同样立功无数 红军抵达陕北后 他已是红衣军团四师副市长 如果说土地革命 令黄永胜站稳脚跟 那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便是他展现指挥能力的舞台 抗日战争期间 黄永胜担任 禁察纪军区第三军区副司令员 在历次大小战役中 都有他的身影 解放战争打响后 他更是成了林彪麪下的一员猛将 1947年 他便率领着东野第八纵队 在辽西三战三胜 以不占优的兵力 将国民党军队打得屁滚尿流 钦此疑 就连林彪也忍不住称赞党 这个八纵还真有点主力的样子 可见对黄永胜的军事能力的认可 因此 在新中国成立后 他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从战绩上看 让他带兵上前线 没有什么不同 但与他共识多次的林彪认为 如果是海外作战 黄永胜的能力还不够 林彪以前是黄永胜的上级 所以很了解林彪的能力 齐安战争时 黄永胜犯了一个大错误 林彪准备一举歼灭被我军包围的敌军 但在具体作战时 黄永胜判断失误 将这场歼灭战变成了击溃战 大量敌军逃出了包围圈 如果黄永胜在朝鲜战场上 犯了同样的错误 那将是对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抗美援朝战争关系国家安全 我军不能冒这个险 除此之外 黄永胜还存在一些个人做法问题 这次人民志愿军 是代表中国去朝鲜作战的 这个部队代表的 不仅是中国的军事能力 也是中国的面孔 如果因为黄永胜的个人问题 被别人抓住了辫子 那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林彪建议邓华率军作战 而不是黄永胜 同样 毛主席和罗龙环 也考虑到了这些 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邓华曾是黄永胜的政委 主持政务工作 但也擅长行军部署 解放战争时期 邓华担任过纵队司令 率部在解放四平 沈阳 辽宁 北平 天津 和东南沿海等地战斗中 打头阵 敢打敢拼 立下了无数大小功勋 实力与黄永胜相当 而且 全国解放后 他一直在边境练兵 对塞外的复杂情况非常了解 这是黄永胜无法逼拟的 他也研究过敌人指挥官 麦克阿瑟的指挥技术 和形式风格 这也是林彪推荐他去前线的原因 最终 邓华代替黄永胜 成为志愿军司令 随军奔赴异国 进入朝鲜不久 邓华就展现出了 不俗的军事能力 他利用敌军心理 采取穿插运动的作战方式 指挥了许多战争 歼灭了数万敌人 给美军以沉痛的打击 1952年10月14日 邓华直接参与部署 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甘岭之战 对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起着重要的作用 敌军似乎有取得 这场战争胜利的志向 因此 出动了300多门大炮 170辆坦克 3000多架飞机 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 炮火火力密布堪比二战缩小板 在敌我双方军事力量 巨大差距的情况下 邓华沉着冷静 指挥4万多名官兵 依托以矿井为骨干的 坚强防御阵地 与美军血战了一个多月 最终 在邓华的指挥下 试验军战士扭转战局 创造了奇迹 上甘岭与我军大获全胜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 我军士气高涨 敌军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各个垂头丧起 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厌战 因此 美国政府开始向我国探寻谈判 就在美军和我军 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 李承晚集团冲了出来 继续挑衅我国的底线 为了更快结束战斗 试验军调整了作战计划 打响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 1953年7月13日晚 邓华亲自指挥金战 歼灭李承晚军数万人 申请为首都师团副局长 让他乖乖坐上谈判桌 1953年7月27日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亲自一事 在板门店举行 结束了历史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 在京城反击战胜利后 邓华正式就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回国后 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代理司令员 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两年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0年7月3日 邓华将军在上海病逝